港台體壇一二三 最招香港及國際體壇 和你一起緊貼體壇盛事 港台體壇一二三 歡迎來到港台體壇一二三 今天有我李李、Lily 和翠兒在這裡和大家聊聊天 翠兒, 我每次見到你都會問你 你剛在哪裡回來 或者接下來又會去哪裡比賽 或者訓練 你接下來又要去哪裡呢 其實我已經留在香港一段長時間 今天是由沙田出來的 因為今早還要訓練 我們的體育學院就在沙田 接下來四月 我亦會回到國內集訓 之後四月尾的時候 就會去泰國出戰亞洲錦標賽 希望在積分上可以再拿多點 順利拿到巴黎茶露的入場圈 我相信大家都對你很有信心 不過我反而有件事想知道 有時你經常要去外地練習和比賽 其實會不會有時身體不適應 可能會有些感冒不舒服呢 我自己都自問身體是比較強壯 而且因為我自己都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無時無刻 無論在哪裡 無論是日後還是晚上 我都可以睡得著 所以如果睡眠充足的情況下 我相信抵抗力也會有所提升 你說起睡眠充足 我一定想起就是雷博士 雷博士經常強調 為何香港人容易生病呢 因為其實是睡眠的時間不足夠 令抵抗力下降 雷博士還會說 其實有很多研究數據 亦有很多研究已經做過 所以可以的話 希望大家香港人也多睡覺 還有做多些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 但崔儀,你剛剛說到 接下來四月就會再去大陸睡 還有去泰國比賽 其實奧運已經越來越近 之前亦提到巴黎的治安有點差 我相信你自己都去過巴黎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擔心呢 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巴黎就是一個很浪漫的城市 除了有浪漫的氣息 的確有時候在巴黎的市面 可能都會在環境衛生上 都還不像香港… 差一點點 對,還不像香港那麼乾淨 但是對於巴黎奧運和殘奧 我一點都不擔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Lily 為什麼?因為住在選手村很安全 錯了,因為巴黎奧運會 首先會舉行,之後才到殘奧會 所以有什麼問題 在巴黎奧運會裡面 所有的運動員都會經歷過 例如好像傳聞 所以已經解決了 傳聞又說沒有冷氣 傳聞又說治安不好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所有的問題 經歷過奧運會之後 去到殘奧的時候 應該會有改善的 一定會搞定 因為前陣子 其實港隊羽毛球運動員 去了比賽 然後… 不過幸好港隊沒有租人 但是台灣的選手 真的… 酒店門發覺被人爆洩 所以就很擔心 治安問題會不會很差呢? 所以都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你經常去外面訓練或比賽 自己會如何保障自己的財務或安全呢? 一般通常我們去到外地比賽 不是去旅行的 所以不會帶很多貴重物品 一般來說 這個叫護照 和一些證件一定會更新 是嗎? 所以基本上 我出到外地比賽或集訓 都會帶一個小小的尺背袋 將一些證件 和必要的信用卡 就會更新 我覺得在外地 最重要是有證件 還有電子支付 還有手機 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也是 其實最擔心證件不見了 因為太麻煩了 你又回不來香港 所以證件這件事真的要更新 以前小時候不知道 會覺得會不會鎖在酒店安全一點 但其實絕對不是 這些最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隨身攜帶 這個時候我們先去運動社交圈 再和大家聊聊 運動社交圈 Joy, 今晚又有一場很精彩 亦是很手足目的賽事 就是世界盃的外圍賽 香港隊主場會迎戰烏之別黑 會在旺角大球場這裡 但原來已經賣了票 你沒機會進去看 除非你已經有票 買不到票也不要緊 因為港台也會今晚直播這場賽事 港台32時7時9時 就會直播這場賽事 Lily, 我其实就算是买到票 我也不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港台直播 刚刚听到你之前原来试过 特意去英国看球, 对吗? 其实理论上不是特意去英国看球 是刚好, 新老 是, 试完2016年的时候 我就要去英国上一个课程 最主要是关于一些运动的管理 去到伦敦的时候, 都需要进入一些英超的赛事 去感受一下 是的, 我还记得那次的长次 就是在阿仙奴的主场 迎战应该是这个热次 那你支持哪一队? 你有没有在哪一队? 其实因为雷博士喜欢阿仙奴 你就替雷博士支持阿仙奴 是的, 我替雷博士现场支持阿仙奴 那次我还托了英国队的朋友 帮我买票 我们这些平民来的 当然买了一些山顶位 山顶位我还记得那天 都是比较冷一点 就是少少寒风刺骨 即是很吃风, 是不是很大风? 是的, 再加上 其实那个球只要过了半场 基本上前面所有的观众都会站在身 所以在那场球里面 我就看到很多人的投壳顶 看到很多人的背影 多过是看到球员踢球的技术 不过能够可以进入到现场 感受一下英超的气氛 都不枉此生隔 那你觉得能不能感受到? 虽然你是说你看人的投壳 还是比看球 你觉得进入去会不会真的感受到 现场可能 无论是英国对足球文化的热情 还是可能球迷的他们的欢呼 或者可能他们会穿上队衣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 也会, 其实都会感觉到 他们的足球文化的深厚 虽然那个就是亚仙奴的主场 但是主场还是主场 他们都会画了一些空间 就是给客队 客队的人就会很齐心地坐在客队的位置里面 亦都要声势力竭地去帮自己的爱队打气 才能够抗衡到主场球迷的威势 我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虽然是主场 但是他都会划分一个小区 给一些可能是作客的球迷赛 大家分开座 避免了可能有时 你知道球迷看球太过激动 有时会有些口角 或者甚至是会动手的发生 分开座就好很多了 在香港旺角大球场这里 其实这个球场就比较小一点 乌兹别克队就会觉得 为什么不选择大球场来比赛 选择了一个小场呢 但其实对于我们香港球员来说 其实是反而有利的 因为这个球场比较小 而且他们经常都会在 旺角大球场这里 踢本地的联赛 变成其实他们已经很熟悉 这个场地之外 其实球迷在一个小一点的场地 支持自己港队运动员 那些声音可能真的会有回音 都会是 畢竟是我们主场 我们当然选择一个 对我们有利的球场 而且现在政府经常都说 要宣传旅游业 对不对 在旺角场那里看完球 又可以去旁边那里 变成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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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下这个烧米 感受一下我们香港的旅游文化 其实是真的 因为我自己也去过大球场提球 我的感觉是 就算你大球场坐得满的话 始终球场很大 其实你的气氛好像没有那么热闹 但相对在旺角大球场这里 它的感觉上是密集一点的 所以变成 其实我相信 你知道香港其实 现在都有很多足球的粉丝 甚至试过之前他们去到卡塔尔比赛 都有三百多个港队球迷 去了支持他们 所以今次在本地踢的时候 很快卖了票之余 我也相信今晚其实球场里面 一定会是呼呼声 支持港队的香港竞车 一定会在这里加油 大家都会 一定是 香港队就一定会揭尽所能 希望在今晚这一场的主场赛事里面 获得好的成绩 是 接下来你也会在26号 就会到港队作客 就会去到乌兹别克那里踢球 到时可能也会有港队的粉丝 都可能会飞到乌兹别克看比赛 其实我觉得有些挺有趣的 就是一场赛事 可以真的做到一个大兴旅游业 因为未必每个人都会选择 去乌兹别克旅行 因为刚才可能说起 都会觉得乌兹别克都是中亚国家 未必是大家最首选想去的地方 但可能有时就是因为体育的盛事 就会吸引到不同人去那里看比赛 就好像未来我们 下年也有机会 港珠澳一起 第一次联办全国的运动会 这个赛事也会在启德体育员举行 所以都希望启德体育员 明年开幕的时候 也可以有份参与这个赛事 吸引到多些游客来到香港 是的 作为运动员 一直以来我们香港就称呼为盛事之都 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的七人篮球赛 就会在这个大球场那里进行 但是那个入座的座位率 相对都是比较少一些 很多时候球迷 或者海外的这些球迷 都买不到票 明年启德体育员区落成的话 我们有一些更加大 和更加合乎国际标准的 这个赛事的场地 将来一定可以有更加多的 国际赛事来临我们香港这里进行 是的 其实举办全运会 通常都要一个很大型的城市 因为要配套是做得到一些大赛 才可以举办到赛事 所以这次 其实未来2025年 就是首次这个是粤港澳 分别是广州 香港和澳门一起去合办这个全运会 刚刚提起 就好像才觉得全运会过了没记忆 因为最近太多比赛了 可能是COVID之后延期 东京奥运 接着就是全运会 然后上年又有这个亚运会 亚蚕运会 接着接着下一年又回到全运会 希望香港可以 这次有机会一起参与的时候 希望可以拿多些经验 到底一个大赛怎么运行 还有其实这个场馆的配套 周围的交通的设施也很重要 是的 这个全运会 明年就会在香港那里举办 除了全运会之外 全运会完成之后 也有这个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都会在香港、广州和澳门一起主办 不知道轮椅剑击这个项目 会不会在香港这儿搞呢 我希望有机会 因为刚才也跟翠儿聊起 其实到底搞一些大赛的场馆 我知道有标准的 譬如说香港 将军澳有个田径场 但这个田径场 都只是可以举办 B级的国际赛事 因为库场是不足400米的 所以刚刚也请教翠儿 如果劍击的比赛 其实是怎样分等级的呢 其实一般的劍击的赛事 就会视乎他那个参赛的人数 以及最高级别的一定是奥运会 又或者是世界錦标赛 其余的一些所谓世界杯的分站赛 其实可能是那个劍道的需要 都起码要到可能是50条或者以上 所以一般其实在香港举办一些大型的 国际性劍击的赛事 可能真的要去到一些展览中心 级的场地才会适用 50条14米的赛道是很大的范围 所以我平时都真的很少见到 劍击的赛事在普通的体育馆举行 刚刚有机会才知道 原来很多时候都可能要在展览 甚至会会展一些很大的场地才举行 所以其实之前香港 南球赛事也有说过 修短球场很足够 也不符合一个国际赛的地方 希望未来启德体育园里面 也可以提供到不同的 运动类型的场馆 希望香港有机会 可以在将来搞多一些国际赛事 一定会 说起劍击 除了明年这个全运会 虽然那些项目未落实 但是我也听到一些消息 因为我们香港的劍击成绩都很好 有机会全运会的劍击项目 都会在香港这里举办 再加上2026年香港也夺得了 世界剑击錦标赛的主办权 未来这几年真的有很多国际赛事 大家都真的要休息好眼睛 才可以看到这么多赛事 即是说未来会有很多的劍击赛事 有机会在香港这里举行 希望到时可以看到翠儿的身影 又或者翠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多一些劍击赛事 应该是如何欣赏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去一起做运动 全民运动3.3 全民运动3.3 又来到全民运动3.3 我是翠翠 今集继续有Fernice 跟我们做运动 Fernice今集教我们做什么运动 今天我们会做一些静态 但又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运动 按摩啊 对了 我们会去练一些呼吸法 可以透过这些呼吸 强化我们的腹部用力 还有可以减轻我们颈紧薄疼的问题 连呼吸 呼吸不是一呼一吸就是了吗 对了 就是很多人都没有留意 自己呼吸的细节 其实没有做运动的人 普遍上都会不会真正地 把一口气吸到最深 然后呼吸出来 哇 那我真的要重新学习一下 对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下 如何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 让我们透过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 将更加多的氧气带入我们的肺部 好 我们现在可以躺在地上 然后我们会把两只脚 轻轻踩着地上 就可以了 我们开始动作之前 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腰 要用力把腰贴在地上 下背贴地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 臀部有少许要提起的感觉 我们会做一个盘骨后傾的动作 可以一只手放在腹部上 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上 我们可以试一下 吸气的时候 将我们的肚子涨起 然后呼气 肚子就可以下沉了 在整个呼吸的过程 我们尽量减少 只是做一个扩空的动作 即是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胸椎保持稳定 将我们的肚子吸胀 呼气 肚子放松 好 试试再来 吸气肚子推胀 呼气放松 这个动作是否一定要躺在地上 才能做到呢 其实这个动作我们坐在地上 不如我们试一下坐在地上 一边做一边讲解多一点 好 但我们为什么会躺在地上 其实躺在地上 就是会容易令我们感受到 我们下背贴地的感觉 感受容易一点 让我们的腹部可以训练到 我们可以试一下坐在地上 做同样的东西 吸气吸脏肚子 呼气 肚子会下沉 我们其实平时做腹式呼吸 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人 都会颈甲股痛 某程度上 它跟我们的呼吸都会识相关 因为我们不懂用 我们的横隔膜去做呼吸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胸椎都会过紧 因为这个 只用了胸椎过度去做呼吸的时候 所以我们多练一些腹式呼吸 都可以减轻我们颈甲股痛的情况 那这个呼吸 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巧妙呢 我们其实用手扶着我们的腹部 就是容易一点 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真的吸了一口气 吸了腹部 有另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手扶着腰 但是我们用多一点力 去伏着腰 吸气的时候 好像想把两只手推向旁边 呼气 放松 对 这个方法都可以令我们更容易练到腹式呼吸 第一课就是教我们如何呼吸 做健身 其实呼吸也很重要 所以对一些新的学生 我们都会轻轻的讲解一下 如何可以有一个正确有效的呼吸 第二种的呼吸法 叫四六呼吸法 这个呼吸法 其实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吸气四秒 这个过程去缓解我们的焦虑和一些紧张的情绪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稳定的作用 的一个呼吸法 我们都可以试一下躺在地上 好 都是我们的下背贴了地线 我们的盆骨有少少后傾的状态 可以感觉一下整个背贴在地上 一样都是一只手放腹部 一只手放胸部 吸气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感受一下腹部 都是推胀 我们用四秒的时间吸气 接着我们会用六秒的时间 慢慢呼吸气 在这个过程其实我都会建议 可以做到五至十分钟 就是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当它是一个训练 做五至十分钟 让你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心情放松的一个时间 但我平时很忙 那我应该如何抽时间去做这个呼吸方法呢 其实这个呼吸方法任何时候都可以做 就算你乘搭车或者是走路 已经可以提醒自己做这个四六呼吸法 因为其实我们每分每秒都会在呼吸 所以我们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一记得的时候就看自己 好, 我们现在四秒吸气慢慢吸 接着六秒呼气慢慢呼 其实都可以帮我们个人放胸脚部 没有, 没有那么焦急, 还有没有那么焦虑 这集很感谢Fennis 我会好好地专注我的呼吸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再见 你不要打劍 其實翠兒很年輕 只是她小時候 我也是… 小時候進入港隊 你先聽我說,Lily 因為我很小時候出道 是 其實我三歲的時候 已經開始代表香港 我知道 所以她小時候看到我 大家也是很小時候 是 其實我們差不多大 我小時候就帶你打劍 然後大家經常都會想 不知道翠兒會不會以後退役 不打劍,會做什麼呢? 你有沒有想過你退役後做什麼呢? 我挺怕你問我 載鋒來的很多人有三歲的人 不是 我等著你打巴黎奧運 有什麼打算? 打算 其實我現在也做一個現役的運動員 準備今年的巴黎殘奧會 所以退役的事情暫時就不要想著 是嗎? 是的 先把所有的集中力放在今年的比賽 但是我們今天這位嘉賓很厲害 在她當打之年 也代表香港踢過很多不同的比賽 但是在她當打很合適的時候 竟然毅然有個決定 就是去投考了督策 現在已經是一名現役的督策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 前香港職業足球員鄭朗軒 Hello Hello 我想知道 為什麼當時你都是很合適的狀態下 為什麼要有這個決定呢? 決定了退役而去投考警隊呢? 其實本身都在自己的計劃當中 一直都有個想法 在做完職業運動員之後 就想加入紀律部隊 但是去到當打的年紀 其實有想過 會不會這個階段是更加適合去轉型呢? 因為去到… 也考慮到 其實如果去到比較黃昏期的時候 才加入警隊 體能上也會下降了很多 可能在警隊工作當中 想投考不同的部隊 例如一些特別部門那些 這個機會又會小了很多 但是當初你本來已經有計劃過 可能以後退役 會想著去考警察 還是無意中遇到什麼 令你有這個想法 去想著以後退役之後 就考慮這一條路呢? 其實當初 那個想法是覺得 紀律部隊是適合自己 因為真的需要很多的體能 還有很多運動員的特質 都是配合到紀律部隊的工作 但是那時候首選的考慮 那裡是先見到警察 因為見到有一個運動員招募計劃 而我都去看過了解過之後 也都參與了他很多的工作方 還有當中他分享了很多的警察的工作 令到我深入了解了很多 對於這一方面 其實自己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決定要去考警隊 對,就決定去考警隊 剛才你也有提到 就是覺得運動員有很多特質 或者是體能上可能有些優勢 去適合考警隊 那你自己覺得 你在投考過程是否都很順利呢? 其實投考過程都有很多工夫要準備的 因為要由一個運動員的身份轉型到一個警察 那麼那個準備功夫要落足心機去準備 還有在整個過程當中 警察的工作其實除了體能之外 那當然我們能夠應付到 但是也都有很多的警務知識 和一些專業的法例 那是要重新去學習過的 那這個是比較需要花心機的 那謝朗,你又覺得 作為一個曾經的職業運動員 你覺得一個運動員的身份去投考警察 會不會有什麼優勢?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體能一定是已經合格了 那會不會是運動員那種堅毅的精神 都會幫到你在轉型成為… 鬥心,是不是? 對,轉型成為警察呢? 其實真的絕對是的 那作為一個運動員 那又…其實在一個團隊裡面 工作了那麼久的時候 已經很習慣一個在一個團隊的氣氛底下工作 那變了要加入警隊的時候 那其實也都是轉換了 另外一個大的團隊工作環境工作而已 那另外我覺得運動員的紀律性 也都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加入了紀律部隊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首當其衝的要求 嗯…剛剛其實鄭朗有說到 自己也是很小的時候 13歲已經是入選港隊了 都在港隊其實踢了10年了 那其實這10年的新鞋裡面 有沒有哪一場球 你是很難忘的自己? 其實在10年當中 代表香港隊去不同的地方比賽 那…難忘的回憶是真的有很多的 那就是例如去過北韓比賽 那去過很多不同亞洲的地區 也都去過伊朗 那就是這些是比較神秘的國家 但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最難忘的是在第40屆散港盃 對,代表香港去比賽的時候 那當時的戰況也都很激烈 對,在最後… 2比2是不是?和賽 對,2比2和賽 打和最後就去到護射12碼的階段 那我自己就是負責主射最後一腳 分勝負的12碼 那當中的… 對,沒錯… 當中的畫面到現在都是瞇瞇在目的 那還… 就是由自己擺個球去12碼點 到退後坐跑去射入和慶祝的 所有片段到現在都是記憶猶新 因為其實那一場播放 都真的全靠你的12碼入了 令到香港重奪回 已經失落了五年的省港盃 其實你贏了這個獎之下 會不會是… 反而通常會令到你更加肯定覺得 我在足球裏面的發展不錯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再怎樣去發展 或者看好一點 為什麼你後來就會… 就是有這個轉變 你有沒有掙扎過突然間就說要去投降警隊 其實都有猶疑過 自己會不會是太早的階段去轉型呢 但是自己也都有跟自己的太太 去計劃過整個人生的規劃 覺得去到黃金期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邊全心去踢 另一邊就開始探索自己另一方面的發展 去到最後都已經考慮清楚之後 就決心去嘗試一下去考警察 我都好奇你當中其實用了多久的時間 可能是猶疑或者掙扎 到底去考警察好還是繼續踢球 這段時間花了多久 這段時間其實都有一兩年的時間 其實在25歲的時候已經有這個想法 但是就一直都沒有去報名 沒有去嘗試的 就去到27歲了 其實在疫情後 這個想法就會加重了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看到整個在香港的球圈的發展 因為那時候疫情練不到球 比不到賽 對 看到其實那個影響都挺大 所以在那個階段 就自己覺得不如去嘗試一下 在另外一個工作範疇的發展 適逢也都在運招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運動招募計劃 就自己也都去報名 就參與了校警察這個過程 在一個轉型的賽道上面 重新去出發 就是成就了自己 就是完成了足球運動員這個夢之後 就是再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 我想問一下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問 當初你怎樣接觸一些運動 我就是有朋友介紹 你有沒有興趣玩輪椅劍擊就試一下 你本身試過游泳 我記得是嗎 是啊 游泳其實都有 你試過很多運動 因為我都想再贏人游泳 所以我就打算試其他東西 我知道謝朗其實很小就已經接觸足球 還有接觸足球和這個 就是當年SARS 疫情也有些關係 是的 其實當初是在幼稚園升小學 那個暑假 媽媽買了一個足球回來 就讓我和哥哥一起去玩 在整個暑假裏面就天天都和哥哥出去踢球 下街和其他朋友一起玩 就培養了踢球這個興趣 其實有時候現在想回 會不會媽媽買別的 可能買個籃球給我 可能你就變成打球了 其實我變成打籃球 就不是踢足球了 在第一次接觸足球之外 之後其實就已經很著迷這件事 是不斷會下去 下街踢球的時候 是自己是很想提升自己的技術 不斷鑽研 就慢慢已經是 對其他運動真的都沒有興趣 是很醉心於足球上面 那你又有些奇怪 因為通常哥哥和弟弟去踢球 通常都是和哥哥的朋友一起踢 通常弟弟都會被人擺到手籠 因為每個人都想 我要做前鋒 我要做入球,就是做威 想踢那個 當時哥哥 哥哥有沒有把你放在龍門這個位置 沒有,其實我小時候已經有一個真性心 是的,所以對著大哥哥踢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當過自己是… 小過他們 小過他們 反而覺得我要踢得聰明 對,覺得要踢得聰明 覺得你是大過我 那我就想其他方法 去可能扭過去 又或者贏他們 所以很小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性格在這裡 我覺得都是對於我之後的成長 是很大的幫助 你覺得這個真性心的性格或者特質 在你現在做事上 會不會有些優勢或者好處在這裡 會的,真的會 因為在平時的工作當中 會面對到很多不同的挑戰 那有時候未必每一次都可以這麼順利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堅毅精神 或者有一個真正的態度在這裡 其實是…在工作上面是很需要的 是的,剛才也有說到轉型 因為你以前就是一個足球的運動員 足球也是一個團隊的運動 很多時候都需要跟別人去溝通 跟別人去做一些合作 其實對於你加入警隊 都會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但是在你轉型過程 因為以前做運動員 就是我覺得我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我做好我的訓練 聽教練的指揮 在場上我發揮到自己最好就可以了 但是在轉型過程裡面 當你可能要跟一些同事去合作 又或者遇到其他難題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轉型上的困難呢 是的,就好像正如你所說 當初作為一個職業球員的時候 我只不過是聽教練的指示 去執行到、發揮到最好 贏了一場球 就完成了我的責任了 但現在在工作層面上 就是自己屬於一個領導的角色 你就變成了好像教練了是不是 是的,所以最初都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不過就在警察學院裡面的訓練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不斷加強了 這一方面的技能的提升 所以出來工作的時候 也都有助我們去適應 跟一大個團隊去工作 是怎樣相處、怎樣溝通 或者怎樣分配的時候 是都很有用的 你自己踢球踢了這麼久 有沒有… 可能整個運動員生來回顧 有什麼讓你覺得也有一點遺憾 可能會覺得自己回想的時候 會覺得差一點點 也有的 我會覺得是在加入了警隊之前 最後那一季的職業生涯 就在貫中南區 當時只能夠完成了半季的賽事 雖然自己也幫球隊 就是貢獻到他們 帶到他們去了四強 一個青鷹杯的四強 但是在後面的賽事就踢不完 但都很好 他們最後都是能夠贏到 這個青鷹杯的冠軍 而那個獎牌呢 最後他們也帶回獎牌給我 因為他們也很感謝我 在整個小組賽事的階段當中付出 因為我想可能他們都很明白你的決定 也很尊重你的決定 雖然你不可以跟他們踢到最後 但是他們都覺得你是隊友 所以最後都有把獎牌送給你 其實你在這個轉型的過程裡 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是否支持你的決定呢 他們都很支持的 因為每一場球 其實自己家人都會來看的 而在我分享了 我將會加入警隊的消息 去告訴自己的朋友之後 基本上在我最後的幾場比賽當中 他們每一場都會來打氣和支持 所以其實他們都很替我開心 能夠將自己的計劃 真的實踐出來 也都可以成功轉型 以前就是職業足球員 基本上每天都一定要碰球 才會安樂的 現在轉型了 會不會有時都覺得 為何這隻腳痕痕的 都想上場踢球 是真的會有這個感覺在這裡 因為以往其實都在說十幾年的時間 每一天都真的跟足球在相處 每一天都會踢球、比賽、練球 但是現在變成了工作的時間會長了 而接觸足球的時間又短了的時候 有時都心癢癢想拿球出來踢一下 當然在辦公室裡面就不能夠 不過其實在警隊裡面 我們也有自己的警察足球隊 其實有很多 就是一個星期都有它恒常的訓練和有比賽 所以… 你現在都加入了在警察的足球隊裡面踢球 是…現在都已經是 警察足球隊裡面的其中一個成員 除了平時的訓練之外 接下來也會有一個越港澳大灣區的足球比賽 我們已經是一個備戰的過程當中 所以其實在加入了警隊之後 亦都有很多機會可以讓我繼續享受足球 其實警隊足球隊的隊員是否很開心 因為知道你投考了警隊之後 馬上就招立進來踢球 是不是這樣 是 其實 我想最早接觸我在警察裡面的同事 就真的是足球隊裡面的隊友 因為他們很早已經知道 原來… 有這個決定了 是嗎 是 進來警隊 所以他們都很期待大家加入一起練球 因為在警察足球隊裡面 有很多都是以前在職業上面有比賽過 又或者是一起合作過的隊友在這裡 那都挺好 其實可以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都可以遇上自己一些可能是前隊友 又或者可能是以前的對家球會的隊友 現在可以一起在同一個球隊裡面去訓練 剛才鄭朗有說到 接下來會有一個大灣區的賽事 這個賽事裡面 你們這個球隊有什麼目標呢 其實我們球隊的目標就很清晰 一定是劍指冠軍 是的 加上其實我們在警察足球隊裡面 也有很多前職業的足球員在這裡 所以平時的訓練 又或者踢出來的戰術 其實都相當專業 這個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原來其實跟以前踢職業足球的時候 都很接近 其實我聽起來都覺得水平很高 他只是好像由這個港超的聯賽 跳了去另一邊的 類似港超的水平的球員 如果你們練球的時候 那是哪裡找教練呢 還是你們每個人都可以輪流擔當 這個教練的角色去練習呢 教練的角色就會是由以前 就是比較年…現在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以前都是球員來的 現在會做了我們足球隊的教練 就帶回我們這一群 叫做年輕一點的前職業運動員 去練球、比賽 但是其實在那個角色上面 大家都不會說劃分得很明顯 他是教練,這個是球員 因為大家都是打成一片一樣 去分享大家的足球的樂趣 那在這裡練球 你們其實很忙 大家可能不同崗位、不同部門 那有時候怎樣去夾到 大家一起練球的時間 這個真的很講求 大家的時間分配和安排 因為很多時候會… 大家看能不能遷就自己的放假時間 儘量配合球隊的練球 那另外又可能會犧牲了自己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那就是來換取大家完成一份練習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聊 繼續回到港台啟壇1、2、3 剛剛提到現在在警隊裡 其實大家都會抽時間去踢球、練球 看見你今天也帶了兩塊牌來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這塊牌 第一塊 這一塊其實就是 第四十屆省港杯的冠軍 剛才有分享過 就是主射十二碼 最後一球十二碼去分勝負的獎牌 這個也是失落了五屆後的冠軍 所以也很有意義 這塊牌算不算是你整個職業心態來說 是最難忘的一塊獎牌 對我來說 只是其中一塊 太多難忘了 因為我覺得失落了五年又拿回 而且也算是靠你最後一球的十二碼 很緊張 通常是十二碼 就是感受通常會再大一點 我想問一下 你這塊牌現在放在家裡什麼位置 老實說 其實這塊牌 就放在一堆獎牌當中 是沒有特別掛出來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牌 都想掛 但是也掛不到這麼多 因為太多獎牌了 你應該也是這樣去取消 對 我媽媽會用個… 相幫你封起來 不是 她用個墨皮罐 幫我把所有的獎牌放進去 還要是墨皮罐 對 我又想多問一點 剛才有說到 在這場賽事裡面 就是因為鄭朗射入十二碼 就奠定了這個勝局 其實射十二碼那一刻 一個球員應該在想什麼呢 是不是應該… 你怎麼準備 對 想些正面的東西 千萬不要想 射不入… 或者被他撲出 當時你做了什麼 去影響那個守門員 令他判斷失誤呢 其實當時… 或者這麼說 寄一個十二碼 其實有很多功夫都要準備 就是由自己擺球到十二碼點 你擺哪個位置 是不是自己平時射開那個位置 到你坐跑的距離 以及你選擇的方向 這些都很影響到 你最後射出來的質素 但是自己在當刻射十二碼的時候 其實是做了很多的小動作 去影響龍門的判斷 例如我在擺球的時候 是不斷調整球 就算我擺好了也好 我都再擺多一次 就是為了讓他看得到我 勸向自己想射的方向 但是那個… 但是你騙他的 騙他的 是的 你每次擺球 其實都是擺回同一個位置 但是你就看著、勸向 是的 沒錯 到最後我坐跑、衝出去射的時候 到我射進了那個球 看到龍門是撲了我去騙他的方向 自己在這一方面 其實都成功影響到他 其實是不是你也挺有信心 射十二碼 是不是平時都是用這些 即是日間的演技、小動作 這樣騙過了龍門呢 可以 我會說在省港杯那一次是可以的 因為那個對手、對方的龍門 就不熟悉我們香港球員 所以就能夠用這些小技巧去影響他 但是在香港 因為在本地賽事裡面 大家的球員 大家互相都是認識的 所以都會比較熟知我們的習慣 那麼在本地賽事當中 去射十二碼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我射哪裡了 不過我自己都是 很有信心的球員 所以每次射十二碼的時候 我都是選回同一個方向 而往往都是成功的 那你覺得成功的要求是什麼 就算他們已經知道你是射這個方向 抓到方向 但是也撲不到球員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是 一來是要有信心 二來是平時訓練的時候 你要練到自己每一次射的路線 或者角度都是刁鑽 還有最後就是 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射哪裡的時候 但是我唯有用信心和力量去比他快 對 速度比他快的時候 就算他知道 其實他也不會比球快 我完全明白他說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又看足球小章 你別這麼好想像 那些很厲害的球員一射 其實他就算碰到 那個球也會不停地旋轉 就是捉不住是不是 碰到也捉不住 然後也會進去 對 剛才鄭朗有說過 本地聯賽的球員 因為比較熟悉大家的踢法 就是那個叫做增標的難度就會大了 但我知道他今天也有帶了另外一塊 很有紀念價值的獎牌 是來和我們去分享的 是的 另外一塊就是 在我加入警隊前的最後一個職業生涯的球櫃 就代表冠中南區 在當中我只能夠完成到半季的賽事 而在期間也都在幫冠中南區 帶到他們去青鷹杯的四強 在之後就不能夠再參與了 但是也都很開心 他們在這個賽事當中就贏到一個冠軍 也都為我帶來了 就是完成整個職業生涯裡面的 最後一個冠軍 令我可以很無憾很完美地 去完成自己的職業足球生涯 其實都真的很圓滿 因為最後一季雖然你踢不足 但是你的隊友又幫你 叫做完成了這個足球夢 一起贏了一個冠軍 還要把獎牌送到你手上 你自己覺得 會不會當時也很捨不得這群隊友 其實當時也有 因為在那一季是真的很開心 在那半季的時間 大家每天都會練習 接著去到他們知道我 將來會有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其實他們也很替我開心 就算是球會的教練 他知道可能我的離開 會影響了球隊 接下來那半季的部署 但是他們全部人都是恭喜我 讓我開心 去寬頌我 我們今天星期四的主題 就是我要多謝你 我又想問一下謝朗 上來做嘉賓 有否有甚麼人或甚麼事 你很想親口多謝他們 都有 其實我自己想透過這個節目 去多謝以往教過我的所有教練 特別是和哥 李健和教練 因為在我整個青少年的階段 都是他去做我的教練 其實他除了很嚴厲的教訓之外 他也灌輸了很多一些正面的價值觀給我們 所以塑造到我現在有今時今日的性格或個性 另外自己還有想多謝的人 就是自己的家人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不斷支持我 無論是好天或是上班下雨 他們都會到場去支持我比賽 另外最後最後就要多謝自己的太太 陪了我每一場比賽 無論是贏球、輸球 亦都會在過程中不斷去提醒我 有甚麼要做好一點 這一點也很重要 是的 知道鄭朗現在其實都是爸爸 你自己覺得可能小朋友 你自己以前都是由小朋友開始接觸運動 踢球 然後就做了職業足球員 現在又是一個督策 你現在是一個爸爸的時候 你覺得小朋友你會想他 都會不會像你這樣很早就接觸運動 令到他可能性格或者各方面發展再好一點 這個自己都是有這個想法在 因為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做運動 然後去成長 其實會見到跟可能普通同學 是真的有少許分別的 在可能面對一些挫折或者難關的時候 自己通常都是會比較正面一點 是想迎刃而解而不是選擇逃避的方式 再加上踢球的話 是一個團隊運動 會有很多跟別人相處的機會 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 學習到如何跟別人相處 所以對於自己女兒 其實就算是女生也好 我都會主張帶她去踢球 看看她喜不喜歡 太太又沒有覺得女生踢球 好像操勞 對,操勞 我也是想女兒學一下琴 又或者跳一下芭蕾舞 太太又知不支持你帶女兒 繼續去學習這個足球呢 反而太太真的會 都想我帶女兒去踢球 因為想將自己懂的東西 自己的技術 去傳承給自己女兒 再加上可能見到香港 都比較少女生踢球 都希望女兒可以在香港裡面 就是入到香港隊 去代表香港比賽 做回我以前的事 這個都是大家的方向 太太是不是本身 都挺喜歡足球的 不然很少媽媽會說 叫女兒去跟爸爸踢球 還有其實也有好處 因為始終爸爸踢球很厲害 你近水樓台 爸爸可以很容易教女兒踢球 又可以帶她去球會去學踢球 或者知道之後的路如何走下去 都是 因為其實女兒如果帶她去踢球 當然把自己懂的東西 分享給她是更加容易的 另外就是遲些… 到她大那時候要去接觸一些球會的時候 可以用自己… 找回自己的舊隊友 可以容易安排 其實都是一個… 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 不是 但那些球會呢 我剛剛想起就是… 因為其實你也踢過九個球會 你會否可能有些心得 或者可能不同球會 可以分析到一些不同的好處 或者是一些優勢 適合過女兒呢 會的 其實就是把自己的過案經驗 就幫女兒去分析 看看她哪一間球會 可能適合她的踢法 又或者她那個特質 去幫她選擇 那這些真是可以在經驗上去做到的 幫到她 但是你忘記了 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所以… 爸爸很累 愛婆婆 今天不想念歌 那怎麼辦呢? 謝謝我 那唯有衝出去抱著她 不行 太慈善了 不… 太慈善了 就好像之前 阿松哥先生說 她不捨得罵學生 她做不到一個很嚴厲的角色 變成她說 她自己太單車很厲害 但她就不適合教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女兒就很難做一個 像你那樣的職業球員 也是 但不要緊的 我覺得要去學習運動 應該就是由欣賞開始 今晚就一個很好的時機 可以欣賞港隊足球的表現 沒錯 今晚就會有這個世界杯的外圍賽 就會7.9 在這個旺角大球場 由港隊對著烏茲別黑 雖然那些票已經賣光了 我知道鄭朗 你們都很想入場看 但不要緊 入不了場 我們可以跟著港台電視32 而今晚7.9 就可以看到這場賽事 希望大家都欣賞這場賽事 我們下次再見,再見 啟談動靜,何靜江 大家好,國際足球賽日 今天正式開始有一連串的比賽 例如像歐洲國家杯外圍賽的 富家賽 世界杯外圍賽 世界杯外圍賽 亞洲區的比賽 我相信最令香港球迷關心的 當然是我們中國國家足球隊 作客新加坡 以及我們中國香港今晚主場出戰 烏茲別黑 香港出戰的烏茲別黑 是打這個2026年世界杯 啟2027亞洲杯的聯合外圍賽的 說回我們中國國家隊 他在這組曾經擊敗過泰國 現在跟泰國都是三分 按照實力來說 中國國家隊是不能比新加坡 但可惜最近中國國家隊 又換教練 球員的內部也有些問題等等 令球員分心 只要他們專心專意 打好這場賽事的話 我相信贏球應該屬於我們中國國家隊 至於我們中國香港今晚就更加厲害了 是會對這個烏茲別黑 照看我們香港隊近期的表現好像很好 但是我總是覺得 不要一兩場球就刺滿了 是不是真的好得那麼加關呢 所以大家要齊心合力 打好這場比賽 因為現在的戰術運用 已經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先防守後進攻 現在就不是 全部打進攻的攻擊能力 加上體力很重要 如果香港代表隊的球員 能夠體力應付得到 都應該可以的 不過今晚對著這個烏茲別黑 我希望他不要輸了 打和都已經有個交代了 另外我們港台電視32 也會現場直播的 說回美國NBA的藍球常規賽 今早早活塞是103比122 輸了給劉馬 騎士104比1073分之差 輸給熱火 蓄龍89比123輸給帝王 塞爾特人122比119 贏了攻陸 雷霆 119比107擊敗著士 勇士贏了一場 137比116擊敗了灰鴻 太陽是115比102 贏了76人 托方者是103比116 輸了給快艇 但世界衝球公開賽 我們中國一哥丁俊輝 仍然發揮他的威力 因為在另一場的中國打鼻 他們打出三桿破八 一桿七十 大比分應5比1 擊退自己有曹宇鵬 能夠晉身16強 另外世界排名第一的奧沙利文 亦5比3擊敗了懷達 將會與中國的李浩天爭奪入 這個16強 曼阿密網球公開賽 中國香港的一哥 黃澤林在資格賽 擊敗了印度球手 娜加爾 入到正賽 成為第一個 入到大師賽 正賽資格的香港球手 正賽的第一圈 他就會對這個 塞爾維亞的爺利 另外中國女子網球 有五個都能夠進入第二輪 分別是鄭壬文 黃欣宇 黃希宇 袁月 和朱林 鄭壬文將會對 斯亞利高娃 黃欣宇會對古特美道娃 黃希宇對卡林斯卡亞 袁月將會對沙卡利 朱林是對彭高拉的 瑞士羽毛球公開賽 中國國家羽毛球隊 他在第二天 藍子丹打雷蘭熙用了四十三分鐘 直落兩局擊敗了比利時的選手 進入第二圈 藍商三對之中 只有一對過關 他就是謝浩納和曾維賀 他擊敗了 都是自己有 陳柏洋和劉洋 另外混雙的情星和張詞 亦能夠過關 交換給兩位 謝謝, 魯正 翠兒, 其實我小時候 我都很想踢球 不要再說 不是, 我小時候想踢球 但不是小時候看你 我小時候中學的時候 玩田徑 看到當時我區有一間學校 有女子足球隊 我很羨慕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如果你能找到齊 十一人就讓你開足球隊一起踢 最後我是找不到 十一人比較困難 很困難, 那你踢球是十一人 你可以嘗試五人足球 五人足球 不行, 因為當時 現在也應該是 因為女子足球只有全港賽 就是沒有區域 所以只有十一人足球賽 所以我中學的時候 是沒有機會接觸到足球 到大學, 終於… 因為我讀體育 那時候上課 終於可以踢球 我有足球的 是, 那你踢球的時候 有沒有上體育課的時候 讓老師發現你… 踢球很有天分 這年是一個被遺忘的天才足球員 又不敢說天才 但因為那時候老師教你踢球 她覺得通常身形瘦術 應該斬不起球 她就特意叫我出來示範 但我其實是斬得起球的 因為本身你也是一個天生練武的好材料 可能是我跑開田徑 就比較大力一點 不, 因為我覺得其實玩開運動 她本身整個叫協調性 又或者在肌肉的運用上 也會比一般人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對了, 所以雷博士 經常都提及我們 有空也一定要做運動動動動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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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不然會比較健康 心情都會比較開心 對, 所以我也很支持 小朋友的時候 應該接觸一些不同的運動 让他们的发展会更好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